雖然科技的進步 手機當然有化的功能是很方便 聽說在近代人已經入不開手機的使用了 不過在在修理的時候 若是超過手機的報告期間 這修理的費用是相當的怕人 既邊新聞就要帶觀眾朋友去瞭解 在手機的使用上面會去遇到的問題 以及要從後來進出自己的消費款式 因為科技的進步 手機已經身為我們生活中很重要的用品 不過也因為真的要使用 手機構重的狀況也是不做 如果要修理手機 社會者要如何來保重自己的款式 是相當重要的問題 就像我就是蘋果用蠻多 相機沒辦法對焦 或是因緣孔沒有聲音 都可以透過維修保固 然後他就會換一支良品給你 原廠是說過了保固期之後 所以他就沒有另外的保固 那我估下來的金額就是大概是幾千塊 那之後有拿去房間的那個 手機業者有尋問過大概五六百塊左右的一個價格 所以到時候我還是選擇那個 那個房間的業者去做維修 一般手機的修理 在保固期以來 如果不是以外 做新的手機派去 都可以免費來修理 不過如果是在保固期以外 原廠開的價格都沒有可能相過 社會者是比較吃虧 因為保固內的話 原廠對你們是有維修商的責任 除非是人為的損壞 一般我們可以選擇房間來做維修 房間的話 大部分都是會收保固外的手機來做維修 那保固內的話 有良心的店家 他也會建議你直接送原廠就可以 現場的話 都會做基本的檢測 那會先跟客人報一些 可能簡單的 可能大概的那個售價 那如果說一般像過保的話 有時候修的話 比較不好 像面板破掉的話 像一般售價至少大概一半以上 那一般的消費者 應該是選擇修的機率比較不高 而且一般修完的話 大概都是剩三個月的那個保固 面對手機的修理 專業律師也給民眾一些建議 因為手機的這個替換力 可以說是非常的高 那麼往往一支手機 用了一年兩年 它可能這個廠商它就停產了 所以在零件方面可能就很難找到 所以對於這個手機維修 那麼它的費用 那麼有很高很低的這種狀況 我的建議 那麼就是多找幾家的維修廠商來詢問 那詢問你認為說 如果這家廠商它的價錢 是比較符合你的這個 這個心中的這個費用的話 那你就讓它來維修 因為這個維修的人員 它對這個費用 它是沒有一個價目標的 有很多消費者 都因為修理手機開了沒有糟糕 所以消費者 除了要注意手機的不顧及 如果超過就要幾乎幾乎 來顧及才來決定 記者陷信以蔵報道 記者陷信以蔵報道 也許是沒有糟糕 但是我們在這裡